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提问的问题 交给我们澳门大学 澳门大学的同学你们好 萨老师您好 您好 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叫史晨阳 我是澳门大学数学系 三年级的博士生 你就是传说中的奥数是吧 精彩 他不是澳门大学数学系吗 是是是 有什么问题想问 张老师您好 我想问的是您在博士期间 您解决了摩表示论的 十大公开问题的第六个问题 也就是说您解决了 你们慢慢聊吧 亏灵披震的存在性问题 那您在证明这个存在性的 这个过程中 因为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您在解决这个难题的过程中 您有遇到过什么困扰 您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解决这个困难的呢 他提的这个问题的确是 我在做博士期间 也就是85年左右 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是当代摩表示论当中十大公开问题之一 是第六个 那么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做过很好的研究 但是都没有给出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 当时来讲 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 这就是老师教给的题目 去做就好了 如果你天天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 你反而有压力 一旦你做出来以后 反而觉得很轻松 也不知道它怎么样 所以说博士期间 一定要首先要有打好基础 有一点的广度 还要有一点的深度 最后把你这个课题 很好地完成 我是觉得这是一些最基本的步骤 在这个基本的步骤当中 也会你做出来的事情 就是会非常伟大 所以我觉得您其实是提出了几个 很重要的条件 一个是机会 一个是心态 再更重要的实力 机会心态加实力 也许最后就会有好的成绩 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学总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